继续我们请黄议员秋英咨询 黄议员请发言 主席市长副市长各局处首长议会同仁 还有媒体记者先生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现在是本席黄秋英第一次议会咨询 那今天我就几个市政议题 还有地方建设局待改善 或者是局待追踪 或者是将要有进度的一些个案 我就叫我们市府团队 那本席今天的议题大概分为六大类 然后第一个我要讨论的议题 就是关于水果产销失衡的问题 这个在我上一次议期 在那个临时会对于那个农业局 我有咨询过 针对我们燕朝的产区 本席的产区 对于燕朝的拔乐 这个产销失衡的问题 本席相当重视 因为所有的水果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不止水果 甚至到农产品 农鱼产品都会 那第一个拔乐这个部分 本席要讨论的是 它是有盛产期 它每年的盛产期是八到十二月 那它是全年性的水果 那在去年八二三豪雨的时候 芭樂同期的抽牙开花 所以导致同时的结果 造成今年三月份 各位大家都有在媒体上看到 今年的产量暴增七成 然后造成批发价 创四年以来的新低 在这个依照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农粮署的一个交易行情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 今年的三月的行情跟去年差了将近二十块 那现在三月到五月的均价 拔乐的部分也大概在十五块上下 那再来讨论第二个水果的种类是香蕉 它的盛产是到五月到八月 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香蕉一公斤十块左右 这个也是因为产销失衡导致的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果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凤梨 那凤梨在这一两年内 它的产销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可能是因为暖冬使得它的产季提前 或者是因为台塘的土地器座 造成外销而回流到国内的市场 造成那个凤梨的价格崩盘 那政府虽然已经采购了一些 采购了一些加工的机制 但是面对一天五百万公斤的量 再怎么样加倍收购 产销仍然还是会失衡 农民也根本就吃不消 那在这个问题 不禁也让我们蔡英文总统问说 那下一个水果到底是哪一项要面临产销失衡 那产销失衡下一个水果是火龙果吗 还是木瓜 我想请问一下就叫我们农业局长 那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监控农产价格 我们请农业局务局长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我想农粮政策 主要是农粮署这边来去负责 当然在县里面我们这边也有成立 有这个农物科和我们的行销科 在做相关上的监控 那我们自己也在开发自己的一套就是大数据 包括就是农作物的耕种的面积 以及我们透过私下长的了解 包括它从这个吹发开发跟结果上的时间 还有气候上的变迁 包括就是是不是有雨雨 或者是这个天气太酷热等等 这样还有一个交易上的相关的数量跟价格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相关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控上的一个体系 然后来去跟这个农委会的相关的这些资料 来去做一些核对 然后再把它形成一些相关上的预警上的一个机制 另外我们私底下也会去跟一些像 种苗场或是种子行里面去进行相关上的这些资讯了解 因为农民相关的这个农情上的调查 它有时候在申报的时候不见得会完全的正确 那另外比较难掌控的东西 它不像是稻米这一类 我们因为高雄是果树比较多 所以它会涉及到我们核实要去吹花跟开花 那它的结果它有时序上的问题 所以刚刚议员提到的那个凤梨 它也有几种因素 包括下雨的时候 像这几天下雨 它就容易形成就是蚤叶垢 那这就不利于在市 如果天气又像今天开始酷热起来 它又不适合就是在市场上去流通 还有像西瓜 遇到有水灾 或者是遇到有水下雨的时候 它也不低 这些都会有相关上的问题 所以如果品质不好的时候 价格可能就也会不好 另外一个当然是价量上的关系 主要是这样 那我们这边也都要跟农阳署这边来配合 那农阳署有的东西不见得是只有高雄有 因为它是全国产量上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有它挫终复杂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尽力的在去做相关上的一个监控 跟了解 好谢谢局长 那本席知道像我们农业局的同仁都是非常努力 但是在面对我们的极端气候的一个状况之下 下一个要发生的农产品 我想局长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吗 对不对 都会提前知道 我们因为它涉及到的因素会比较多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些因素 那我们尽量去了解跟管控 那能够先去处理 我们会预先的先去做相关上的处理上的机制 那在这边我希望能够下一次我们尽量在我们市府来说 有一个数据好可以显示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农 我们的水果我现在先讲水果的部分 让我们知道水果的产量它现在耕作的面积 然后预期在它盛产的时候它可能会出多少的水果 尤其在发生一些灾害应变的时候希望有一个这个小组成立一个这个机制 来推动提早的推动这些产销失衡的时候一些应变措施 那本席在这边局长请坐谢谢 好谢谢 本席在这边希望我们市政府应该要与农民好好的做一个生产规划 那市政府负责的是量产量的一个规划跟一个市场的开发 那农民朋友们只要专心把品质顾好 那我相信这些除了这些问题做好以外 还是会遇到一些农渔业产销失衡的时候的状况 那本席在这边跟所有的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局处所长讨论 每年我们农渔产业一直在发生整体产业行销的问题的时候 产销失衡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局都非常辛苦 我知道可能就是有时候要下地方要到农会 要到哪里去了解我们目前产量 它到底价格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农民朋友叫苦连天 那我相信农民朋友 但是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数据来量化 我觉得我们农业局这边也很难有一些作为 那农民朋友在农业局没有作为的状况之下 他们会认为说为什么他们像市政府 他们像每一个单位像任何一个议员或者是民意代表申诉 但是却往往得不到重视 一定要等电视新闻报道了 然后农民朋友们才会觉得说 政府的补助来了 有资源来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希望发生的状况 那么希望的状况 我会希望本席会希望说 除了我们中央的协助外 我们市场我们的市府是不是也能够成立一个随时在监控农业产销情形 然后能够随时帮我们稳定价格的一个单位 那本席在这边建议成立农业业的专业小组 当我们遇到天灾的时候 我们明明知道产量在下一季的时候会集中 所以我们是市政府这边可以提早的协助农民去做一些扩大准备 比如说多谈一些企业购买 或者是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们下一季的水果可能六月就换火龙果 那是不是在这边提前的我们告知学校 火龙果的部分是不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多去使用 或者是像之前我看到一个议员他在执行 提到说学校有每月的餐食固定的问题 那这个一定要等到教育局修法 那这教育局修法之前 如果我们市府有足够的经费 是不是也能够提供免费送给学生吃 因为这毕竟对我们的国家 这都是花在我们国家 花在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的身上 我觉得这笔钱都值得花 而且也可以帮助农民 那再来我们随时要准备 农鱼产品的供需的价格要去了解 预防我们农民因为 我们现在这个水果 可能今年的什么水果价格好 像今年有一些水果 它就没有出现产销的问题 比如说今年的芒果 它的产量跟供需没有造成问题 所以它价格非常稳定 农民朋友们看到这些水果价格好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一窝蜂的希望去抢中 然后会造成一些供需出现失衡 那在这边本席建议啦 是不是有一个专业的小组 然后协助农民不要陷入地域的轮回 不要常常就是发生一些 就是因为产销失衡 看到报纸上 媒体上 现在一颗凤梨连一块 一颗水饺都换不到 或者是只能换一颗水饺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们为人民的父母官 或者是我们这些民意代表想要看到的 所以希望我们成立农育专业小组 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让我们遇到的灾害 或者是盛产期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专业因应的一个对策 那我在这边想要救教我们市长 我想请问一下市长 就是为了预防我们将来不管是水果 还是我们丝木鱼 还是我们石斑鱼 任何一个农鱼产业的产品 预防它的产销失衡 我这边请市长做我们农业局 做我们渔业局的后盾 是不是成立一个 在我们的体制内 成立一个农鱼专业小组 来预防产销失衡的这个问题 韩市长请答复 谢谢黄秋英议员 这么关心农民跟渔民 那好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农民渔民整个产值这么低 为什么政府要投入这么多的力量跟资源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因为每一个农民渔民 它的收入就是养家活口 看起来钱不多 可是对农民渔民太重要 我想这是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您这么关心 就是我们市长讲菜筋菜头 我们有时感觉到蔬菜水果价格这么低 可是有时候感觉价格这么高 水果怕风 蔬菜怕雨 那这样状态一个灾难下来 大家都认为农民渔民大赚一笔 价格这么高 错 因为在产销的时候 它控制不住 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农民渔民来讲 以我的了解 他们希望稳定的收入 稳定合理的收入 对农民渔民最好 你不要一下价格冲上天 它赚不到 没货了 那又要背黑锅 你看现在贪这么多 它是背了黑锅的 所以我觉得 黄秋一元你讲的重点 就是市政府这边 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从农委会的角度 它是全国在下一盘棋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 过去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农业局跟海洋局 事实上它已经要加两个字 叫做什么 农业贸易局跟海洋贸易局了 他们一直不停地在推销 那过去不是这样做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真正的希望 庶民经济农民收入能够增高 因此在这样的想法之下 这个预警制度 跟要规劝这些农民 千万不要一窝蜂 千万不要一窝蜂 变得非常重要 第四 通路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帮他们找到更好的通路 可是都卖出去以后 台湾消费者会骂我们 你现在高雄人是怎么 你的东西都没出去了 一定会挨骂 那我们希望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百分之三十是很健康的 所以黄秋英议员您可以回到您的选区 跟农与民朋友交换一下想法 我们市政府希望能够在百分之三十 安全数字把它卖出去 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内销 那下一步会大力的推动 家序类跟家禽类 就是鸡肉压肉 到了五月份 我们口底液的管制时间大概就满了 我们台湾猪肉又可以外销 可是如果量一大价格崩 养猪的又开始哭泣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农民渔民 蓄农找还有花农找到通路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市长 那这个麻烦市长评估一下 看是不是有成立的必要 那再来 我要本期要就叫我们那个桥头科学园区的进度的部分 那我们桥头科学园区最近有我们非常多的高雄市民朋友们想要了解 因为它是一个带来一千八百亿产值 一点一万个工作职缺 那的一个科学大型大规模的科学园区的一个开发 那面积来说的话 目前有三百五十七公顷 开发的经费约三百四十八亿 那今年七月即将完成都市计划变更 预计在一百一十七年完工 那针对这个桥头科学园区 那本期想要针对他的连外的一个交通 来跟我们各局处讨论一下 那第一个部分我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增设钢山第二交流道的一个进度 那经过我们本期选区的邱志伟路立委的努力 那将在原钢山收费站开立钢山第二交流道 也就是现在的钢山大庄的一个出口 那这个交流道的设置将有效的解决我们临近几大工业区 比如说角树工业区还有本州工业区永安工业区等等 的一个交通流量的一个分流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解决拥塞路段的问题的部分 要跟就叫的是在我们介绍东路 上交流道 钢山介绍东路 上钢山交流道 在这个闸道路口的时候 常常堵塞 塞车回堵 将近一两公里 那不只上下班时间塞 甚至有的时候连中午的时间也塞 我相信钢山地区很多透过钢山交流道在出入的市民朋友们都有反应 常常在反应这个问题 那这个道路段已经这么拥塞了 将来他还要再必须容纳所有桥头科学园区成立之后 所有负责主要的这一条 他们对外的主要联络道路 桥头科学园区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他旁边还有一些工业区 像中钢购或者是角树工业区 那桥头科学园区将来规划好 都是走通雁路 然后到达友情路 走大辽路 然后到达友情路 然后再来右转 接受东路上交流道 那这个路段本身已经这么拥塞了 然后改天再加上桥头科学园区的所有的重车的车流 那我相信在这边这个路段 现在增设的钢山第二大庄交流道 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将来问题还是又存在 桥头科学园区的设置怎么办 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 是不是在国道一号桥下 开通这国道一号桥下两侧 还有高铁台湾高铁桥下两侧 这些道路 供桥头科学园区跟 燕潮的这些园区的重车使用 也避免将来这科学园区的重车经过燕潮的安东路 或者是甚至在这些社区内的任何一条道路 经过这些道路 然后要上交流道 这是第二个解决桥头科学园区的一个拥塞问题 那本席在这边就叫我们的那个交通公务局长 那我想请问一下 钢山第二交流道目前进度为何 还有连外道路大辽路目前的开发进度 然后再来就叫我们交通局长 增设高速公路桥头交流道的一个可行性 还有开通高铁桥下跟国道一号桥下道路的可行性 你要先请哪一个局长回答 公务局长 公务局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那跟黄议员 麻烦简单 小头科学园区 我们公务局负责有三条道路 刚才议员讲的所谓的有情路跟大辽路 这都中庸银件事给我们博作 那目前依照我们的程序 基本设计是送银件室在审议 如果他这个图说没有问题送进来后 我们会再做后续的细部设计 那如果在土地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是预计在三个二月以后可以顺利化包 那我们的总集成还是掌控在看是不是能在110年的二月完工的目标以上 那钢山第二交流道 交流道的问题我请我们交通局来跟议员报告 好谢谢 那我们请交通局长答复 谢谢副议长 谢谢主席还有谢谢黄议员对钢山第二交流道的一个关心 我想目前我们在105年已经完成可行性的研究 那也跟办理地方说明会 他们大概是针对以这个加薪东路为联络道的这个交流道 那目前的经费大概是要9亿 我们地方大概是2.09亿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就是说 我们在5月底之前 然后会签把这个修正的报告送到高工局来做进一步的审议 那有关于这个桥头科学园区的交流道这个部分 目前是由这个科技部在进行整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可行性的评估 我们是针对他未来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连外的道路 以及他高铁桥下的连外道路 以及桥头交流道这个部分 都希望说他能够纳入评估 好那麻烦交通局局长努力 好谢谢这几个议题谢谢 然后第二个我们很多桥头地区的市民朋友 我常常在问桥头新市镇这么好 房价也不低 然后未来的远景也看好 而且我们桥头的科学园区也即将成立 但是在我们桥头地区却没有任何一间大型的餐厅 甚至是连锁量饭店 那个桥头有没有 没有就只有小吃 好那在这边本席是针对一个新市镇的开发 觉得这个他的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速 好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开发的是有新市镇一期的部分 那未来桥头科学园区的设置位置大概在这个部分 那很多市民朋友关心针对我们桥头新市镇后期的开发 那这个进度这个进度是不是待会可以救教一下 再来还有针对临近特定计划区的一个通盘检讨 那在这个科学园区的隔壁 景邻科学园区一条道路的一个隔壁 有一个社区叫海城社区 那这个社区很多的居民朋友们 他们在日前向本席陈勤说他们的土地 希望说他们的土地在可能很早期的时候购买 然后购买的时候以为是住宅区 结果现在等本一发现是都市计划内一打开 是都市计划内的农地 那本席想要请求说这个海城 是不是可以在都市计划这做一个检讨 让社区的土地使用分区变更为住宅区 而且再加上第二个问题是再加上 我们桥头科学园区两条连外的道路 第一条就是本席刚刚介绍的 桥头的钢山的大辽路要接有勤路这边 他的计划道路宽度不一 这边在大辽路这边可能规划有五十米 但是到了我们的有勤路便只有二十米 那这个宽度不一的问题 加上我们高速公路一号桥下 他有一个原定计划预定道路 结果到了一半却中止 那本席想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他可能是不是在需要透过我们临近的高雄新市镇 还有钢山交流道特定计划区的一个通盘检讨 是不是也可以到时候一并拿入 这是第二个议题 那在这边就教市长 请问一下我们桥头新市镇 后期的一个进度开发的目前的状况 然后再来针对临近特定计划区 是否启动通盘的检讨 第三个现有工厂有八家 在科学园区内这八家工厂 如果他们到时候的诉求是希望能够原地保留 我们市政府团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谢谢 韩市长请答复 谢谢黄秋英议员 你关心给他讨 其实我这个总级很着急 因为我们真的桥头公园区太重要 科学园区太重要 我们这边现在交代我们市政府有几个单位 全力配合这个计划 我们都发局会整个严厉来通盘检讨 这个都市计划 那我们请交通局这边呢 全面来规划对外的联络的道路 我们也请环保局配合中央 整个做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甚至买一送一 我们还请教育局规划 中英文双语教育 桥头一定要赶快启动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预计民国118年 整个都完工之后 厂商进驻之后 这些配套都做好了 那我是觉得这个桥头公园区 对科学园区将来对 我们高雄市的这个发展 非常的重要 跟产业的升级 预估大概在1000亿到1800亿 有人预估在2000亿 而且有一万1000个工作的机会 那我市政府这边 全力会配合这个案子 至于都市计划您所关切的 我请都发局林局长 跟你做个汇报 好谢谢 我们请都发局林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这边跟宏议员报告 麻烦简单答复 谢谢 那有关于这个 过去我会再跟你追踪 谢谢 过路布医的部分 那个有情路 目前的计划道路是30米 之所以它是 童检的时候配合这个 北边的这个盛深路 还有这个接受路的 局长不好意思 我第一个问题是桥头新市镇 后期计划 目前这个整个都市计划 这个是整个主政当务是内政部 营建署 那目前的进度是预计在7月 会进入内政部 那个都委会的这个大会 好 那这个另外就是 那麻烦后续帮忙尽量追踪 他的开发进度加速 会来跟这个内政部那边 来积极来配合 谢谢 那第二个 另外这个 那个海城这个部分 那个部分我们目前 我们到在内政部 我们来反映看看 那目前 那本席的希望是 针对高雄 那个交流道跟高雄新市镇 特定计划区 两个区 是不是也可以纳入通盘检讨 为了我们因应这个桥头科学园区 当然后续会配合 这个科学园区的一个发展 来配合同检 同时一起检讨 包括道路 包括使用分区 对 包括刚刚提到的 有情路跟大雅路 那我想请问一下 下一阶段的进度是 目前的进度 我们就配合这个 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就是内政部的企业的 这个大会的这个同检 那科技部的 那到时候可以邀请本席参加吗 当然可以 谢谢 好 那第三个问题 针对现有工厂原地 他们诉求保留 也麻烦我们的局长到时候一起提出来 这样好吗 好不好 好 谢谢 然后再来我要跟我们市府团队讨论的是 我们钢山87期的四地重化区的一个进度 那在四地重化来说 是我们高 我们钢山地区三十年来的第一个 第一次来做我们四地重化 所以我们钢山区的区民都非常的欢迎 而且也非常的期待 那现在整个用地整坪啊 还有到还有那个里面我看完成完成了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 好 那针对很多的居民在关心说 那路到路 那个我们的我们的重化区在一边在整地的时候 那我们新兴市场的改建 左上角那一张图是新兴市场改建的一个状况 他已经接近完工 那很多民很多市民朋友就在关心了 那不管我们四地重化的进度 因为人民不可一日无柴米油盐 那我们的新兴市场是不是可以提早完工启用 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克难街的部分 那个我们很多那附近克难街这条街过去联系的留错 还有还有各个那陵近的各个里通往钢山市区的一个道最主要的道路 那在这个重化区一边施工的时候 本席想要关心 本席想要替我们民众反应 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克难街 第二个新兴市场 是不是可以提前 让民众让民众能够使用 那在这个部分请问一下我们市长 可不可以 那个市长请答复 谢谢黄秋英议员关心 我们刚三八七起四地重化 我请地震局黄局长先跟你答复一下好不好 好 感谢 地震局黄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对于八十七起重化区的一个关心 刚刚讲的没错 我们整个重化的一个进度 现在是七十四点多没有错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新兴市场 它要无缝接轨 因为刚刚也提到这些民众的一个生计 需求 所以当时就是说当它新市场盖好以后就搬过去 可是它一再一言再一言本来是今年的一月 现在要到五月 现在五月 我们金发局一直在帮我们吹这个进度 所以它如果是早一点搬的话 我们后续的工程我们就赶快 那预计大概五月底或六月初 对对现在的一个疫情是这样的一个期程 那第二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客烂街的部分 现在就是剩下这些集配的问题 但是这个总是要有电 路灯 路灯总是要有电 那电是从哪里来 从公屋那边来的 从省公屋那边过来的 预计大概还要多久 所以我们预计是要希望说赶在十一月之前能够全线通车 因为电没有来的话 这个晚上如果有发生事故的话 那这对民众也都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期程 好谢谢地震局长 谢谢 好那再来针对八十四期内 省村一个原地保留 好那这个也是我们透过在地的立委邱志伟 好协助我们市政府文化局这边 向军方向军方的一个提案 好那目前来说的话 好这个这个省村的保留 好我觉得对我们钢山地区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高雄拥有独步全国的陆海空的一个三大聚落 好比如说像凤山的黄埔新村 好他现在以租代户 好正在执行的计划 然后再来我们的海军在我们的左营有建业明德眷村 好这些也正在好推动一些眷村的一个那个活化 那我们钢山来说有省村歌乐群村 这两个我们在我们在立委 好在跟我们这些议员好一起努力 好将近了七六七年的时间 好他是有一些进展 但是这些进展好是不是能够加速 那在这边本期想要救教一些文化局长 我们提送管理维护及活化计划的一个进度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要了解一下 预期未来我们活化维管之后的创生的一个效益 谢谢文化局长 我们请文化局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这么关心高雄的眷村的一个发展 那钢山其实它有两处眷村是非常有名的 它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眷社群 那有省村跟乐群 那乐群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是它有十六栋的古迹跟十栋的历史建筑 那我们其实文化局跟国防部是分区代管 那乐群的部分 目前我们跟国防部提出三千万的一个修复计划 那其实这个部分还没有核定 我们会继续来进度来跟吹 那另外呢省村的部分呢 它整个区域是文化景观 那其中其实也有两栋是历史建筑 所以在106年107年的时候 文化部已经核定1750万 去做它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加固跟修复 那我们现在目前正跟文化部 就我们知道它目前应该是会 再给我们500万去做一个规划设计 那这个目前是在审查 可是这个已经是文化部它口头说 他们会再给这样的钱 所以整个乐群跟省村未来 其实我们会 其实我们整个跟他们提出来好几亿 那可是现在文化部的相关的经费 并没有办法全部到位 那我想请问一下 它会跟我们刚刚87期从话 在跟我们它的完工一起可以开始有一些 有艺文博动或者是一些带动经济好的一些文化消费吗 应该说那个省村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前年去年已经有1750万的相关的经费的投注 所以它的那个有部分的建筑其实应该未来是可以串联整个新兴市场那一区 做整个那个活化的运用 那其实整个北高雄 我们未来是定位这个钢山的这个眷村 没关系那本席在这边跟那个就麻烦文化局长 就我们这些进度能不能加速 或者是有定期每一期的我们大会的时候 本席都会将关心 那我会希望说目前当然我就希望说 我们刚三87期四地重化完成 大概预计完成的时程 我们省村也可以开始做一些活络我们地方 好文化消费的一些经济活动这样可以吗 好谢谢谢谢文化局长好 再来针对87期四地重化区内好 的一个驻地的规划 那很多年轻人大家都知道现在买不起房子 年轻人要成家好要贷款 好也也是很辛苦 那就市长的14项证件里面有设青年局 那本席在这边希望说将来我们市长在规划成青年局成立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大 那我们钢山大鹏九村87期重化的四地重化这一块区块 这么多住宅用地里面规划一块来协助我们青年住宅使用 让青年在购屋或者是租屋的时候都有受到我们市政府更多的关怀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请市长评估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会期再跟市长讨论 好那 现场他 好 谢谢黄秋英议员 因为你讲的好多都是重点 青年局我们10月1号成立 我们大部分的精力资源专注度都在青年创业 我们希望高雄青年子弟可以快速的得到资源来帮帮他创业 像昨天就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金发局办的经济部给我们一笔钱 我们做一个资讯平台 让青年创业的数字平台 昨天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有一个基金会想要帮助高雄 我们选了原住民 还有将来除了建设之外 帮原住民还有一个可能培养一些动画的孩子 这就是帮助青年 那这个住房问题 上个礼拜我去拜访了一个专家 他大概一坪房子卖给青年人8万块 可是他可以耐地震耐7.5级 那我就说你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 因为我们很需要青年住宅 他说只要市政府能全力配合 在建材这一块 他们这些建商很愿意帮助青年 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你想想看一坪如果卖到8万块钱 这个在东部地区 那像岡山或我们其他地区 去帮我们高雄青年朋友来盖 8万块而且还可以卖地震7.5级 一样是钢购建材各方面 他认为以一个建商的角度 他不亏钱 可是他也不赚钱 完全是服务 那我觉得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些建商 不以赚钱为目的 真的是服务 然后帮助我们青年朋友 如果是8万块钱一坪的话 一栋房子30坪大概在240万 那是不得了的 真的是不得了 这个真的是菩萨心肠 所以我们觉得青年局成立之后 会去找这些建商 那市政府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土地提供 彻彻底底帮青年住宅盖起来 然后指租不瘦 或者部分能不能瘦 我们来研究 但是帮青年解决住的问题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 还有推一些老年人的老青共住 现在我们已经社会局开始办了 那一些长辈很寂寞 内心很寂寞 可是他家中有多余的房间 那青年人不寂寞 可是青年人没有地方住 所以我们把老青结合也串起来 这都是我们将来要做的 好不好 谢谢市长 所以我相信刚刚市长的意思 就是在未来在87期四地重化区里面 能不能只要找得到建商 一定可以拨出一块来做青年住宅 是吗 我们一定会慎重评估 钢山这个地点 还有其他相关地点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找到一些土地 找到非常有良心有理想的建商 帮我们一起来推动 我们一定会做的 好不好 谢谢市长 好 那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艾妈这两个字 市长有听过吗 艾妈 艾妈好 我请农业局长 农业局务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这是艾心妈妈 对艾心妈妈 她是对哪一方面有爱心 动物有爱心 对 那本期在这边来说的话 想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市府的团队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们 什么叫艾妈 艾妈是一群默默在为我们社会 在为我们地方 为我们环境付出的一个团 一个一群人的一个简称 那她不是只有特定对象指女性 她有时候是一些男性 那本期为什么会介绍到艾妈 因为我长期在地方上推动 动宝 在这活动当中我遇到非常多的艾妈 我觉得她们的精神真的是值得本期钦佩 所以我在利用我本期总咨询非常重要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艾妈 艾妈她们到底在做什么 她们在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目前我们社会还有包括我们的地方 还有很多的人民 对艾妈不了解 所以对她们产生了一些误解 那这些艾妈 她们最主要 请先坐 谢谢 这些艾妈来说的话 她们最主要在解决的是我们流浪动物 造成我们社区环境 还有不当繁殖的问题 那流浪动物她们的繁殖是谁的错 是艾妈妈 不是 是那些不当 不当饲养 然后甚至弃养的饲主造成的问题 很多人看到狗小的时候很可爱 然后就愿意给子女养 结果等这只狗大了 他们嫌她老嫌她丑嫌她不好 然后就把她往海边 往到处往旁边去送 可能到市场送 那造成了我们这个环境的问题 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 是那些不当饲养 弃养的饲主 那艾妈她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识很多的艾妈 她们一个月薪水可能只有两万 只有三万 但是她们愿意把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薪水 每个月拿出来贡献 来喂养路边的流浪狗 但是她们的喂养 是非常的非常的干净的 不是像一般市民说的 拿个便当放在地上 喂这些流浪狗吃 吃完之后不收死 造成环境的问题 这就不是 那些在路边喂食流浪狗的 拿便当给她吃的 充其量 只能说她是爱心人士 她很有爱心 但是她不懂得环境维护 真正的艾妈 她们是从薪水来买飼料 然后 会把环境维护得非常好 那她们为什么要喂养这些流浪动物 第一个是不忍心 她在外面没有东西吃 因为同样是生命嘛 一样宝贵 所以她们会为了这些流浪动物 掏自己的腰包 花自己的薪水 喂养 喂养她的结果是 希望能够带这一只动物去劫渣 她们也自掏腰包 花很多劫渣的费用 本行在这边希望说 我们社会上 所有的公公 我们的舆论 都一定要还爱妈一个清白 爱妈不是环境 也不是流浪动物产生的一个元首 她们是真的为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的环境付出 本席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爱妈她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那也是本席 在接触这些 本席每一年定期在选区 我跟我们的陆副议长 陆副议长是同一个选区 长期在我们钢山地区 推动一个犬猫 免费结扎 晶片狂犬植入的活动 今年迈入第七年 每一年本席会举办六场 我的行程很多 服务量很大 事情也很杂 但是每一年我还固定 一定要拨出时间 举办六场的免费犬猫 结扎是因为第一 妈妈有一次 我妈妈就是前议员 翁瑞珠 他有一次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然后为了闪一只流浪狗 不小心为了闪他 不忍心撞下去 然后自己去撞了 撞了之后翻车 那一次之后 还有不少的民众 来服务处成情 每一次都是为了流浪狗的问题 所以本席在那一次之后 就动心起念 我一定要为我们的环境 为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改善 我们能改善的 我尽我自己的能力 我再有多少能力 我做多少事 所以我每一年都 从宠物开始做起 希望说 能够将宠物的结扎 也能够减少 他们变成流浪动物 然后也减少 减少他们去反殖 的一个造成环境的问题 的一个状况 所以本席每一年 在接触这些活动之后 就是 遇到很多养狗人士 这些养狗人士 他们常跟我反映说 他们很爱狗 他们没有小孩 他们也不愿意生小孩 甚至有的也没成家 没立业 他们下半辈子 说要跟动物过了 要跟动物过了 但是他们很爱动物 不亚于我们 爱我们的孩子 但是 他们在假日的时候 没有一个去处 所以他们常常跟 每一次办活动的时候 都有民众跟本席澄清 希望在北高雄 能够推动一个 像林雅中正宠物公园 这样的一个 那么多 有宠物家人 去那边游弃的一个公园 也避免那些狗狗 世主带着狗 到我们各大邻居社区的公园的时候 造成我们一些居民 或者一些孩童的恐慌 所以本席在这边强烈 这边感谢 我们的 我们的农业局 还有我们的 那个地震局 还有我们的公务局 在4月26号的时候 协助本席召开第一场 北高雄设置第一座共荣寺 亲子公园 跟宠物公园 特色公园的公厅会 在这边特此感谢他们 那我们的预定地点 就是在87期 市地重画区内 那这个是本席在有一次 为了会刊 退缩一个道路 退缩 将公园用地 退缩一个道路 然后发现说 我们这边要盖公园 那公园既然要盖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朝向 我们现在最 最多市民朋友们 期待的 共荣寺亲子公园 共荣寺寵物公园 来做规划 所以在4月26号 我召开了第一次公厅会 在月底的时候 我会再召开第二场 在这边公园的 我们在87期重画区里面 有五座公园的规划 那在这五座公园规划里面 是不是可以挪为一场 一个做宠物公园 一个做亲子公园 因为我们四周 这个87期重画区 四周的公园 其实蛮多的 有流畜公园 有河堤公园 有阳明公园 那在这重画区里面 还有又有五座公园 那我相信在这么大的 一个绿地的状况之下 在争取 这绿地 是不是能够有差异化 有特色化 那是本席最近 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我也感谢市府团队 全力配合 谢谢 然后我在这边 想要请问市长 我现在遇到了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光秃秃 没有遮印的亲子公园 市长 你会想带你的孩子 没有啦 带您的孙子 未来啦 我现在没有 孩子都大了 你会想带您的孙子 去一个光秃秃 没有遮印的亲子公园吗 那些幼苗 这么小 重大的不会活 重小的 还要等他十年二十年之后 才会长大 所以这个亲子公园里面 我要克服的 第一个就是遮印的问题 那第二个 公园设置了 如果没有厕所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市长 您带您的孙子 去到这个公园 您的孙子内籍 然后没有厕所 需要就地解决的时候 你会不会开始大骂市政府 开始大骂争取的议员 可能会 所以为了预防 这两个问题 本席在这边 邀请市长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会议厅里面 告诉市民朋友们 市长是支持我们北高雄 设置亲子公园 支持我们北高雄 设置宠物公园 而且将它完善 然后将两座的公园 开发成共荣室的特色公园 并作为北高雄第一座 第一座亲子第一座宠物 的示范区 把它做好做完善 好不好 市长 谢谢 市长请答复 谢谢黄秋英 黄秋英 议员 你讲的光秃秃三个字 对我来讲有点敏感 我这个头啊 不怕下雨 怕太阳 谢谢 那您讲的这个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相关问题 经过我们评估之后 市政府愿意配合办理 我们北高雄成立第一座 那就是属于亲子 还有宠物 共荣性的 这样一个公园 各一座 我们市政府愿意配合办理 好 请黄秋英议员 回到选区 告诉您的选名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好 再来 好 这一个问题 就也是公园部分的问题 提在一起跟市长讨论 我们永安来说的话 好 他目前只有一个小公园 那他大概零点四 零点四公顷 好 然后在这零点四公顷 你的公园里面 其实你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真的蛮硬邦邦的 很多永安区的区民 都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公园 好 他们 一点都不像公园 那本席在这边建议 就是因为目前这个公园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有提报我们的那个 提报我们的那个 前瞻基础计划 的一个经费补助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下来了 但是他下来了 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 在前瞻基础计设 基础建设的经费合拨 但是私有土地协议分割 尚未完成 没有办法审定 新办事业计划 那在108年度 在今年年底之前 没有办法 进行征收地上物基施工 那我想请问一下 永安新公园 永安区的区民 之前一直认为说 他们这个公园 可能在今年 就会开始动工 结果却因为协议分割 而没有完成 我想请就教一下市长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 这个前瞻的经费 是不是能够保留 或者是我们这个 这一块土地 协议分割的部分 没有办法完成 我们是不是缩小面积 也不一定要办到 两公顷多 我们是不是以一公顷为目标 我们来改善 我们既有的公园 稍微加大 不用加那么大 来做处理 在这边就教市长 谢谢 市长请答复 谢谢黄秋英议员 因为这个本案 牵扯到有些私人用地 所以我想先请公务局局长 跟您报告 后面该要我补充 我再跟您报告 好 谢谢市长 公务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对永安公园的关心 那永安公园 目前的用地问题 诚如刚才黄议员讲的 就是有牵涉到私人土地的问题 那原来它是0.6公顷 那我们地方建议 是要把它扩充到3公顷 那苏有的土地 本来我们就请七公所来协策 谢谢 那我想就教一下 我们公务局长 是不是可以将前瞻基础 建设这笔经费先余保留 目前的 可以保留吗 目前我们这个是非都土地 前瞻基础建设的这个经费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边是应该还没有下来 没有申请通过 那刚才议员你建议的就是如果地方有需求 土地没有问题状况之下 那我们公务局这边再来评估 那我们如果要解决土地的问题 没有我们先抛开土地的问题 我们在现有的公园的预定地内 现在有公园0.4公顷 他旁边有一些国有地 在这个范围内去做规划 石油土地分开呢 那我们去现康 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去做一些协助的可能 好局长那要协助 我希望一定要 因为他永安是属于非都市计划的 他以后要办公园真的是很困难 那拜托局长谢谢 那市长要不要补充一下 请局长多帮忙 一定的 谢谢如果能保留 我们当然愿意保留 好 所以您放心 我们会争取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市长 好那第五个部分 我要本席要跟我们所有局处处长 讨论到青少年毒品危害的问题 本席认为说 可能在这些统计数字来说的话 不一定能够非常地完全地表示 说我们青少年的吸毒状况 不一定能完全表示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102 12年到106年 根据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一个统计 好我们吸毒的人口 从六七千提升到九千 那到目前为止提升的状况 本席是不是那么好希望说 就是当然吸毒的人口增加 并不代表我们警察同龄人的那个查气不努力 或者是他们查气太努力 吸毒人口的增加 我觉得我们要跟预防青少年时期 开始接触毒品的危害 开始谈起 好我们一般常见的毒品有这么多种 那青少年很容易因为一些新兴毒品不断的推陈苏星 他们也难以判断这是不是毒品 所以 我们是不是会后 请我们警察局长书面给我们黄议员答复 那谢谢黄议员 本席宣布休息10分钟 我们下期 estáさん 接着耶稣 客人 其实黄议员 明天 是不是